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职业希望者在萎缩的就业市场中发现前景渺茫 中国的人工智能城市展示了高科技如何改善生活 中国经济放缓给习近平的长江三角洲项目蒙上阴影 美国的黄金标准GPS系统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系统 现今是新的优惠券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职业希望者在萎缩的就业市场中发现前景渺茫 南华早报 中国的招聘机构正面临客户信心下降的问题 这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担忧 尽管北京方面表示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 但一些行业的职位空缺正在减少 高级候选人不愿意换工作 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减少 一些公司不再积极招聘 而其他公司则在寻找顶级研发人才来推动创新 招聘机构报告称 过去两年的收入已经下降了约30%至40% 中国的人工智能城市展示了高科技如何改善生活 南华早报 中国的城市如杭州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来创建更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浙江省政府的两年计划2022-2024旨在将杭州打造成一个开创性的人工智能城市 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城市大脑 以增强人工智能在社会福利和数字治理方面的应用 以及关于数据使用的行业标准 该城市还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发现增长点 并帮助能源转型 而数字交易的普及也有助于减少纸张浪费和碳排放 中国经济放缓给习近平的长江三角洲项目蒙上阴影 彭博社 中国计划将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 但受到了国内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影响 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东方的硅谷 包括扩大高铁网络和建设人工运河城镇 然而 该地区难以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 美国企业正寻求多元化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该地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缺乏协调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官员们仍然对该项目的成功持乐观态度 并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转向更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中国计划将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面临挑战 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东方的硅谷 包括扩大高铁网络和建设人工运河城镇 然而 该地区难以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 美国企业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该地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缺乏协调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官员们仍然对该项目的成功持乐观态度 并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转向更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将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的计划 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影响 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东方的硅谷 包括扩大高铁网络和建设人工运河城镇 然而 该地区难以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 美国企业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该地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缺乏协调 然而 官员们仍然对该项目的成功持乐观态度 并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转向更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他们希望 该项目能促进该地区省份之间更高效的投资和自由贸易 以及合作和整合 尽管面临挑战 他们决心取得进展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模式 美国的黄金标准GPS系统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系统 华尔街日报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正面临失去其作为世界首要定位服务的地位的危险 负责运营GPS的美国军方正在升级该系统 使用能够在室内和难以到达的空间 提供更精确坐标的新一代卫星 然而 民用的下一代系统预计还需要几年才能投入使用 其他国家更现代化的系统可能会使他们在全球商业中获得影响力 而华盛顿则会受到损失 中国将其先进的卫星服务作为与非洲和亚洲国家官员进行商业和研究合作的卖点 中国的卫星导航网络现在覆盖全球 拥有46颗运行卫星 超过为GPS提供服务的31颗卫星 现今是新的优惠券 华尔街日报 随着企业寻求避免不断上涨的信用卡交易费用 现今折扣越来越多地被提供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发现 2015年至2022年间 现今购买折扣的比例增长了66% 然而 现今折扣并不总是划算的 因为一些企业只是提高了价格 然后提供一个折扣 将价格恢复到原始标价 此外 信用卡通常提供奖励 可以抵消使用现今所节省的任何费用 从铁路到5G 为什么中国正在参与数字丝绸之路 南华早报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正在成为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力量 中国希望巩固其作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的地位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 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关注 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涵盖了5G 电子商务和城市规划等领域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副教授林泰伟表示 中国的技术能力在过去10年中迅速增长 现在正在寻求将其技术能力出口到其他国家 以建立一个朋友圈 中国的数字推动被视为一种软实力 使其能够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 其他国家将采纳这些标准 环形日时吸引了每周各地的人群 路透射 在星期六成千上万的人在美洲各地目睹了一次日环石 这种罕见的现象发生在月球经过太阳前方时 形成了天空中的火环景象 这次日环石从美国太平洋西北部一直到大西洋 经过了墨西哥 中美洲 哥伦比亚和巴西的部分地区 在墨西哥坎佩切市 观众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月球划过太阳的景象 形成了一个明亮的环形图像 甚至有一对情侣选择在日环石的完美时刻求婚 以色列空袭持续 围困加沙地带的水源短缺加剧了困境 多伦多星报 加沙地带的230万人正面临缺水问题 以色列在哈马斯上周的袭击后切断了供水和供电 当自来水流出时 它被污水和海水污染 无法引用 联合国机构和援助组织正在寻求为加沙地带提供紧急燃料和其他物资的交付 达伦 海登帮助排名第三的俄亥俄州立大学 在41-7的大胜普渡大学比赛中克服了进攻端的伤病问题 多伦多星报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跑峰达兰 海登在赛季首秀中表现出色 冲刺76码并进球 帮助排名第三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以41-7击败普渡大学 由于特雷维昂 亨德森 米扬 威廉姆斯和奇普 特埃亚纳姆都因伤缺席 海登为备受伤病困扰的跑峰组合站了出来 由四分位凯尔 麦科德带领的雄鹿进攻 在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在前四次进攻中有三次达阵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防守整个赛季都表现出色 现在进攻也开始展现出潜力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是你们每周六的观察员 欢迎来到本期的六度简报 让我们来看看本周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 中国的职业希望者 发现在就业市场中前景渺茫 招聘机构面临客户信心下降的问题 导致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感到担忧 尽管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 但一些行业的职位空缺正在减少 高级候选人也不愿意换工作 这给人才需求带来了下降 一些公司不再积极招聘 而其他公司则在寻找顶级研发人 才来推动创新 其次 中国的人工智能城市 展示了高科技如何改善生活 中国的城市 如杭州 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 来创建更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他们建立了一个城市大脑 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发现增长点 并帮助能源转型 数字交易的普及也有助于 减少纸张浪费和碳排放 接着 中国经济放缓给习近平的 长江三角洲项目蒙上阴影 中国计划将长江三角洲地区 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 但受到了国内经济放缓和 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影响 该项目面临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的困难 美国企业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该地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缺乏协调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官员们仍然对该项目的成功持乐观态度 并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转向更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美国的GPS系统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系统 美国正面临失去其作为世界首要定位服务的地位的危险 其他国家的更现代化系统可能会使他们在全球商业中获得影响力 而华盛顿则会受到损失 中国的卫星导航网络现在覆盖全球 拥有更多的卫星提供服务 现金折扣越来越多地被提供 成为新的优惠券 企业为了避免信用卡交易费用的上涨 提供现金折扣 然而现金折扣并不总是划算的 因为一些企业只是提高了价格 然后提供一个折扣 将价格恢复到原始标价 中国正在参与数字丝绸之路 希望巩固其作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的技术能力 在过去十年中迅速增长 现在正在寻求将其技术能力 出口到其他国家 以建立一个朋友圈 中国的数字推动被视为一种软实力 使其能够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 其他国家将采纳这些标准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在上周成千上万的人 在美洲各地目睹了一次日环时 这种罕见的现象 形成了天空中的火环景象 吸引了许多观众 甚至有一对情侣选择在日环时的完美时刻求婚 这就是本期的六度简报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